为什么AMR能穿透载具对人造成伤害 在吃鸡中只有AMR有这个功能 为什么官方会这么设置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还原现实 AMR的原型前几天小伟才说过 它在现实是GM6三猫反气材狙击步枪 既然是反气材狙击步枪 它的穿透力肯定是极强的 在现实就是用来打车 打各种双甲目标的 穿透个载具自然不在话下 在现实强都能打穿 在游戏里穿透个载具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二穿透载具就是AMR的特点 小伟一直强调新出的枪都是有特点的枪 不然玩家会觉得没有新意 都是幻壳的枪 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 每一把新出的枪都有自己的特点 爆炸裂弓是弓箭有爆炸伤害 M417是带全自动的5.56连军 ACVL是唯一把用9毫米子弹的步枪 而AMR的特点就是能穿透载具 造成伤害 和打车有额外伤害加成 所以AMR才能这么特别 如果不加这两个功能 那AMR和AWM差不多了 只是属性有点差别而已 小伙伴们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留言哦 我们下期见